但是到他45岁被贬的时候 他写的《琵琶形式》有血有泪 为什么 人生的苍苍出来 所以他也可以体会出来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成相似那种苍苍感 好的诗跟作家的人生经验很有关系 白居易在这首诗里面 用的典故全部是汉朝的 第一 因为那个时候 白居易是中唐 这个故事发生是唐明皇 等于是唐朝皇帝的祖先 祖辈 因此你不能直接批评 因此都用汉朝的典故 所以你们读这首诗的时候 一开始汉皇众设诗亲国 明明是唐明皇 怎么是汉皇呢 他用的全部是汉朝的典故 这样在当时流传就没有问题 容易过关 第二 就是用汉朝的 汉臣帝受宠爱的 赵妃燕 来比喻杨贵妃 因为李白在圣唐时期就这样用了 李白说 云响衣赏花响荣 春风伏剑路花荣 若非群玉山头剑 会向摇台月下风 一枝红燕露宁香 云雨乌山网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事 可怜飞燕以心装 就是用赵妃燕来比喻 唐朝的皇帝都很欣赏李白写的这首诗 因此他用赵妃燕来比喻杨玉环 是恰当的 所以因此这样子去写清国清晨就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来看这首诗 这首诗之所以感人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君王求色的一种口气 简单讲 里边藏有了对皇帝的贬义 但这首诗的最后变成了夫妻之情 变成了真正的有血有肉的男女爱情 所以感人 但是仍然把一个皇帝的昏庸 透过很多的细微末节的很多的与会 传达出来 对历史的这件事情他是有批评的 一开始叫汉皇众色诗情国 众色诗情国 希望得到情国清晨的加力 用的是什么典故呢 表面上看起来 是用的李延年 唐朝有个大音乐家李延年 献给汉武帝一个曲子叫 北方有家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情人臣 再顾情人国 您不知清晨与清国家人难在得 用的是这个典故 可是这个清晨清国是指的 这个美女经过一个城的时候 全城的男人都跑出来看 到最后全城的女人都会跑出来看 所以连女人都喜欢这个美人 这个叫清晨清国 这是第一个汉朝的典故 但是我们中国 夏商周三个朝代 有三个明女人 夏朝 夏节宠爱的是媚喜 商朝的宙王 宠爱的是达己 而西周的周幽王 宠爱的是包氏 包氏是一个乡下的女孩子 长着角色 但是有一个不爱笑 皇帝很喜欢她 但是她从来不笑 所以叫千金买笑 有一次呢 有人给她想出一个主意 说到栗山上放蜂火 蜂火一举呢 各路的诸侯跑来 那个画面可能会把她逗笑 果然把她逗笑 可是蜂火台 是国家有难的时候 皇帝一举蜂火 各路诸侯要来救驾的 没有想到这样完的结果 最后呢 西周亡了 犬戎的兵进来了 到最后呢 点起蜂火 那些诸侯不会来救驾 所以西周就亡了 所以平王东迁就变成东周 东周就是春秋跟战果 因此我们留下了一个典故 叫做蜂火系诸侯 为了让包氏这个女人笑一笑 最后把这个国家亡了 那这个也叫做 叫做清国清城 那么到底李白写清国的时候 用了哪个典故呢 李白因为写云响衣裳花响容 那这里面有三首诗清平调 第三首呢 明花清国两相欢 明花是牡丹花 清国是清国清城 表面上用的是李延年的清国清城 美 但是也暗用了我们中国的历史典故 就是周幽亡宠爱包氏 最后烽火系诸侯使得西周结束 因此呢 也用的是清城清国 这个典故 古代的诗人 要写皇帝很难的 都要藏这个 那个藏这个藏 不要让皇帝找到 所以皇帝万一说 你怎么敢说我清国清 我讲的是李延年 他叫可以有解释 好 那么 汉皇众设施清国 你看一个是众设 一个是施清国清城的加历 但是后来的结果 真的是安时之乱使国家王 所以他叫汉皇众设施清国 欲多年 求不得有个求字 做了皇帝 治理天下多年 求不得这种加历 求不到 用个施清国 用个求不得 就可以看出来 用个仲设 这里面就是历史的评论 皇帝好色 但是下面说 杨家有女出长城 养在身归 人未事 说杨家有一个美女 养在身归 没有人知道她 所以杨家有女出长城 养在身归 人未事 天生立直 男志气 一朝选在君王册 回眸一笑百媚深 六公粉带 无颜色 天生立直 应该是没有问题 因为要皇帝这么宠爱她 如果不够漂亮 皇帝的后宫家力 何其多 如果要让皇帝 这么宠爱她 不够漂亮 不可能 但是皇帝所爱的美女 光漂亮就够了吗 不是 她有一种特殊的气质 所以这首诗里面 告诉我们 皇帝为什么迷恋杨贵妃 她有一种特殊的气质 她说 天生立直 男志气 一朝选在君王册 各位知道 我们古代 皇帝 一般的平民 要见皇帝 那很麻烦的 要到礼部去眼里 见皇帝的时候 怎么见 皇帝坐在那里 你要怎么走路 见皇帝 跪下来 行礼 按照清朝的规矩是什么 为何不抬头 有罪不敢抬头 还没有讲话 怎么有罪 这是规矩 有罪不敢抬头 设你无罪 抬起头来 抬起头来 眼睛 往上看 刚刚看到皇帝的鼻子 眼睛就要往下 不能看到皇帝的眼睛 这都有一定的眼理 可是 唐明皇 跟他的儿女很亲近 他到寿王家里来的时候 杨贵妃 出场的时候 一定有其他的宫女 其他的宫女 跟他跳舞的时候 他跳完了舞 离开的时候 回眸一笑 百媚深 六宫粉黛 无颜色 就是杨贵妃 有一种特殊的气质 什么气质 就是 她不会害怕 君王 她没有那种 好像那种 很矮板的美 她跳完了舞 离开的时候 还回头看一看 唐明皇 对她 魅然一笑 哇 这一下子把 唐明皇迷倒了 说 这个女人是什么女人 怎么不怕皇帝 这么美 敢回眸一笑 百媚深 就是皇帝 喜欢她这种味道 所以任何一个 迷倒皇帝的美 她不仅要漂亮 还要 要不然就是 能歌善舞 要不然就是 要有一种 特殊的气质 好 可是这里边呢 隐藏了一个事实 因为不能写 因为唐明皇 哪里是杨家 游女出场成 她早就是 寿王的妃子 是她儿子的妃子 她怎么是 杨家游女出场成 但是不能写 所以大家 故事都知道 怎么回事 就是一笔带过 只要用一个 汉皇众色 诗亲国 遇多年求不得 就把这个故事带过 好 下面 春寒赐玉 花青池 温泉水花 喜宁池 事儿浮起 娇无力 史事新尘 恩泽史 各位知道 我们中国 产玉的地方 有好几个 一个是 陕西 陕西有一个 蓝田日暖 玉生烟的蓝田 产玉 一个是新疆 和田玉 据说杨贵妃得宠 到什么程度呢 皇帝 要送给他 一个 华青池 派人到 新疆 和田 挖了一块 完整的玉 这块玉呢 大的不得了 然后把它 雕雕 雕成了一个 就是用今天来讲 叫一体成形 整个是一个 山里的玉 一体成形 雕一个 雕一个 玉尺 大的玉尺 可是因为这个玉太重 从新疆运到长安 路上很遥远 所以要用马 要用 要什么呢 据说呢 太重了 没办法放在车上 所以要用冬天 结冰的时候 撒水 撒水结冰以后 在地上滑 滑的把它拖回来 最后 给了他 雕刻匠 雕了一个完整的 一体成形的 一个滑青池 在栗山之上 所以叫 春寒赐玉 滑青池 温泉水滑 洗凝子 很多人读到这个诗 杀风景的人不懂 说杨贵妃太胖了 洗完了以后 上面一层油 真杀风景 他不知道 因为杨贵妃 长得洁白 皮肤洁白 光滑得像玉一样 就像那个 滑青池的那个玉一样 这叫温泉水滑 洗凝子 事而浮起 娇无力 十四新尘 恩则是 你看 一个诗人 全凭想象 这些 这些都是他想象出来的 事而浮起 娇无力 十四新尘 恩则是 所以皇帝宠爱他 是一步一步 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 是去 寿王家里 看他表演 第二步呢 痴情地在家里 单相思 到最后 高丽氏 替他拉签 然后让他 先做女道士 然后他又为 寿王 再送给寿王 一个美妾 来取代杨贵妃 到最后 安排皇帝 无意之间 逛这个道观 然后跟杨贵妃 见面 其实都是 都是演戏 迎接回去以后 第一步 宠爱他呢 赐一个 华清词 好 第二步 所以 史诗 新尘恩则 新尘恩则 是华清词 云并花眼 金不遥 芙蓉藏暖 度春宵 春宵苦短 日高起 从此君王 不找朝 所以 皇帝宠爱他以后 皇帝从什么时候 开始堕落 从此君王 不找朝 早上起不来了 夜夜欢歌 那皇帝 第二步 宠爱他什么呢 送他 最美最美的 首饰 所以叫 云并花眼 金不遥 云并是他的 发沾 头发这个 如云 叫云并 刘海 这个地方 然后 花眼是他 漂亮 金不遥 是送他 首饰 什么首饰呢 古代的 像他这么美的女人 头发盘起来 各位要知道 这是阴阳的道理 男人的身体 阳 力气大 个子高 但是男人的思想 阴 所以男人的思想 比较 有形 比较喜欢 功利 现实的东西 有形的 具象的东西 男人喜欢 女人是身体 比较阴 女人的思想 比较阳 所以女人喜欢 音乐 美术 文学 这些虚的东西 这是阴阳的道理 男人跟女人 全世界的女人 女人身体阴 可是头为阳 头发特别深 所以全世界 女人是玩头发 男人会秃头 但是男人会有胡子 女人没有胡子 所以全世界 男人玩胡子 一个在上 一个在下 那头发有各种 各样的发型 所以他早上要化妆的时候 把头发盘起来 盘起来 盘一个形 圆的 先插一根 预沾 然后那个 发要固定它呢 用金布摇 什么叫金布摇 就是黄金做的 最细最细的手工做的 一种柴 金柴 柴是用黄金做的 可以 好像有个弹簧 这样一压 就会合起来 把头发夹起来 但是那个黄金的外面呢 是用鸟 用那个最漂亮的鸟 的翡翠 一种翡翠的翠翘 就是那个鸟的尾巴翘起来 很美的那种各种颜色的 那个翡翠鸟 的羽毛 镶在 用那个 用那个宝石 或者用那个翡翠鱼 把它镶起来 所以里边是黄金 外面是翡翠鱼 那这个叫金雀玉烧 玉烧头是簪子 金雀呢 是金布摇 所以走起路来 男人呢 国代的男人呢 走路 表现书生气 这个地方要配玉 有两块玉 一走呢 看一下 一走一样 所以走起来 有一种韻味 那当年的赵国 就是春秋时代的 勤灭的六国里 有个赵国 那赵国的首都叫邯郸 邯郸的男人呢 个子高 北方男儿 个子又高 穿上那个衣服以后呢 走在那个路上呢 那个两块玉 很有一种优雅气 就有一点像 现在很多人到法国 法国有一个铁塔 然后法国有一个 那个香瘦 什么香瘦 利瘦大道 有很多的男孩 女孩 经过的时候 大家坐在旁边 喝咖啡 欣赏那些 那古代是到什么 到赵国的首都邯郸 去看男人走路 所以很多的各国的男子 到那个地方 学人家那种风采 叫邯郸学步 是一个成语 那么当时 那女人呢 男人是这个地方配玉 走起路来 要有个韵味 那女人是这个地方呢 要有个瞻 要有个金雀 玉烧头 所以呢 金布摇 走起路来 这个地方不能摇动太大 所以上面要挺 走路 要形容女人的美女走路 叫行走时相风细细 坐下时燕然百昧 这个地方 现在不是 现在女孩子 戴这么大的耳环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一笑起来 一甩 两个耳光 那很难看 古代呢 它要有一种含蓄美 所以它说 云并花眼 金布摇 就是皇帝开始 先第一步送她 一个玉尺 第二步呢 送她最美的化妆 金布摇 芙蓉藏暖度春宵 而且呢 那个芙蓉藏 那个藏子上面 绣芙蓉荷花 为什么绣芙蓉呢 因为 为芙而荣 就是荷花 而且荷花又香又美 所以呢 用芙蓉来代表 春宵苦短 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皇帝呢 夜夜升歌 晚上要她赔树 皇帝呢 就不想扫朝了 因此 前面是开源 三十年盛世 后边天保十四年 宠爱杨贵妃以后 就安死直乱 好 下面 成欢四宴 无闲暇 春宠春游 夜专业 后宫家里三千人 是三千宠爱 在一生 这里面都是名句 多得不得了 成欢四宴 无闲暇 伺候皇帝呢 没闲暇了 就是皇帝专宠 春宠春游 夜专业 春天整个夜 整个春天 陪着皇帝玩的 只要到了晚上 就是杨贵妃陪她 春宠春游 夜专业 后宫家里三千人 三千宠爱 在一生 这当然是一个 夸张的形容 但是就表示 所有的后宫的家里 都不得宠 最得宠的就是杨贵妃 三千宠爱 在一生 我们中国用这个三千呢 这些字呢 都是有根源的 比如说孔子有三千弟子 初七十二贤 孔子周游列国 采集了三千首诗 然后删成了三百首 所以从此以后呢 三千就变成一个文化数字 所以常常用它来 所以你看 三千宠爱在一生 金屋装成交事宴 玉楼宴霸 醉河春 姊妹弟兄接猎土 可怜光彩生门户 那皇帝宠爱他的 帝宠爱他 怎么看得出来 村从村游业专业 皇帝慢慢 其他的女人都失宠了 后宫家里三千人 慢慢都 最后所有的注意力 都在他身上 所以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然后呢 金屋装成 用的典故 我刚刚讲了 这首诗里边 所用的典故 都是汉朝的典故 所以汉皇众设世青国 这里叫金屋长焦 用的是谁的典故呢 就是阿焦的典故 金屋装成交世宴 然后给他最美的宫殿 金屋装成 玉楼宴霸最合成 所以金屋对玉楼表示 皇帝跟他宴会的地方 都是最豪华的 那么在金屋 是让他住的地方 玉楼是让他宴会的地方 这两个形容 最合成 所以喝醉了酒 就倒在他的怀里 两个人浪漫的不得了 姊妹弟兄 接猎土 可怜光彩 深门户 我们古代封关呢 要在皇帝呢 有一个 皇帝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那个 全国的地图 是立体的地图 皇帝要把哪个地方给你呢 就用一个草 包起来那块土 把那块拿土给你 说这个地方封给你了 这个叫裂土 所以裂土而封 所以他说 姊妹弟兄皆裂土 可怜光彩深门户 所以他的叔叔 封光禄寺的大夫 他的哥哥封宰相 那三个姐妹 都是韩国夫人 国国夫人 秦国夫人 所以叫 姊妹弟兄 接猎土 可怜光彩深门户 好 下面 遂令天下父母心 不重深男 重深女 所以从此以后呢 杨贵妃 这个事情一发生 唐朝的千家万户 想要富贵的人 就要走一个捷径 什么捷径呢 只要有个美女 女儿 富贵就来了 遂令天下父母心 不重深男 重深女 你看 好的文章 就是朗朗上口 如在墓前 立功高处 入清云 仙月风飘 处处闻 缓歌慢舞 凝失足 近日君王 看不住 那么在立功之上 那么做了一个 重要的曲子 这个曲子就是 尼赏与一无 那么 很多人说 唐明皇多才多艺 又会吹笛 然后又会作曲 所以 这个曲子是他写的 经过后人的考证呢 原曲是来自西凉国 是西凉国的原曲 经过他 他修改 所以 的确是经过他动手 但是是修改 原曲是从西凉来 是一个大曲 尼赏与一无 什么叫尼赏呢 因为慢的舞蹈 跳的时候 我们平均里有水秀 如果一个曲子 跳快比较容易 跳慢比较难 因为慢 要很慢的时候 它那个节奏那么慢的时候 还要有一种美感 那是不太容易 因此呢 叫缓歌慢舞 宁思足 近日君王 看不足 那么 所以 因为他有一个 尼赏与一无 所以 李白写诗的时候 叫云响 一赏 花响容 那么花呢 就是牡丹花 因为那天是牡丹圣会 唐明皇要 有一个牡丹圣会 让杨贵妃 做晚上的女主人 所以让高丽氏 拿着皇帝的勤俭 让李白写诗 所以李白写了 云响 一赏 花响容 李白正在 喝醉了 喝醉在长安街 被高丽氏一盆水浇下来 让他马上写诗 他就写了 云响 一赏 花响容 因此呢 说 利公高处 入清云 因为华清池 也在利公上 因为是一个小山 所以利公高处 入清 仙月 风飘 处处文 那个尼赏与物 简直像仙月一样 因为 以尼为赏 就是用云彩来做一赏 就表示是一个长袖 所以叫长袖善物 环歌曼吾宁始祖 近日君王看不住 皇帝看不厌 但是 鱼羊皮股动地来 金破尼赏 与一武 鱼羊呢 是一个地名在河北 到了 天宝年间 把这个鱼羊 并做泛羊 就是属于泛羊馆 刚好 这个 安禄三世 平鲁节度史 跟泛羊节度史 那现在呢 他 他用了这个典故 鱼羊呢 因为并在泛羊 刚好他是泛羊节度史 所以他造反 所以叫鱼羊皮股动地来 这用的是汉朝的典故 因为汉朝有一个将领 就从鱼羊造反 那现在的鱼羊 已经并入到泛羊节度史 安禄三的这个管辖区 所以就借用汉朝这个典故 叫鱼羊皮股动地来 其实 他是从泛羊起兵 鱼羊皮股动 皮股就是战骨 当 安禄三造反的时候 从鱼羊的战骨动地而来 金破尼赏与一武 下面 九从成雀 焉成生 千圣万计 西南行 翠华摇摇 行父子 西出都门 百玉林 那么九从成雀 就是皇宫 皇宫九从成雀 焉成生 都烧 整个长安 烧起来了 所以当时的杜甫 看到长安烧起来 写 国破三河在 陈村朝暮生 九从 千圣万计 西南行 那么这个皇帝呢 他的车架 往西南而行 是千圣万计 就是 半夜 皇帝让 长安的卫戍司令 率了几千个兵 保护了皇帝 出去往长安 往成都这个地方走 所以叫千圣万计 西南行 翠华摇摇 行父子 西出都门 百玉林 也就是出了 出了都门 才百玉林 就是马尾坡 那么翠华 是皇帝的车架 皇帝的车架 出来 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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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翠华 摇摇行父子 因为走得很慢 所以一路往西 赶 西出都门 百玉林 六军不发 无奈何 婉转 峨眉 马前死 这一段就是在讲 唐述宗 太子 唐述宗 跟卫戍司令 合起来 逼杨贵妃 先杀了杨国中 再逼杨贵妃 自杀 所以叫 六军不发 无奈何 婉转 峨眉 马前死 峨眉 这两个字呢 是指的美女 可是形容美女 可以用很多词汇 不一定要用峨眉 可是为什么 他用峨眉呢 因为这首诗 都要前面 后边呼应 因为他到了四川呢 他后面两句说 峨眉山下 少人行 各位要知道 山呢 我们人跟山命名的时候 常常是 看他像什么 把他命名 比如说 我们台北 有一个沙帽山 就是看起来像 皇帝的沙帽 有个观音山 就是从淡水河的对边 淡江大学 看淡水河的对边 有个观音山 是有个卧佛 就是观音 躺在淡水河旁边 有个卧佛 像个观音 所以叫观音山 所以都是人看到山 像什么而给他起名 那当然 长江三峡的神女峰 是半夜看到 十二神女峰 里边有个神女 就是像个女人的 像个女人的样子 那同样的峨眉山 就是像一个美女 峨眉 眉毛 古人用部分 来代表全体 因为里边有个峨眉山 所以这里叫 婉转 峨眉 马前死 用个婉转 意思就是说 皇帝舍不得 皇帝想要救 杨贵妃 可是那些军变的那些将领 不容他讨论 逼得他 所以最后他赐给杨贵妃 杨贵妃这个女人 是真的爱皇帝 因为唐明皇是真的爱她 而且真的宠她 所以他虽然乱国是乱国 但是他对唐明皇是 很有一种爱情 因此高丽师来找他说 你现在要救皇帝 皇帝这么爱你 他说好 如果我死能够救皇帝 我愿意 最后他就自杀了 因此他说 婉转峨眉 马前死 花殿尾地 无人收 催俏 金雀 欲烧头 各位要注意 这首诗里边 有两个前后贯穿的画面 一个叫做 《尼赏与伊武》 另外一个叫 前面说 云并花颜金布窑 皇帝送他什么首饰呢 金布窑 这个金布窑就是 走路的时候会窑动 是个金钗 这个金钗外面是 是那个翡翠香的 那个有一个鸟的羽毛 配起来很美的一个东西 那因为他一直戴着 所以他死的时候呢 一上吊以后呢 他的那个法 法上戴着那个金布窑 吊在地上 而装那个金布窑的盒子呢 叫花垫 垫是什么呢 垫就是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上面 有花 绣的有花纹 那么那个叫垫盒 然后呢 垫盒里边有金钗 所以他那个盒子 也吊在地上 他那个头上的首饰 也吊在地上 所以叫做花垫尾地无人收 花垫就是那个垫盒的上面 有花纹的那个垫盒 装金钗的那个盒子 吊在地上 而垫鞘金雀玉烧头 他的玉烧头就是那个玉簪 那他的垫鞘金雀呢 是那个皇帝送他的那个 那个首饰 都吊在地上 垫鞘金雀玉烧头 君王湮灭救不得 回看血泪香鹤流 那皇帝看他自杀 一个白铃自杀 皇帝当然心痛 所以皇帝湮灭救不得 想要救 已经没办法了 因为君人政变 回看血泪香鹤流 皇埃散漫风啸朔 云战盈余登剑阁 峨眉山下扫人行 金奇无光 日色薄 蜀江水壁 蜀山清 是圣主召召木木琴 那么皇帝在赤死杨贵妃以后 往四川走的时候 黄埃散漫 就是黄沙滚滚 黄埃散漫风啸朔 你想想看四川 进到四川都是高山 高山风很大 而路上的黄沙滚滚 所以黄埃散漫风啸朔 云战盈余登剑阁 盈余就是弯弯区区的山路 云战就是云端里的战道 进到四川有战道 那这个战道呢 进入四川的第一关叫 剑阁 就是很多小山 这个小山 尖尖的像剑 所以每一座山像个剑 宝剑 道叉的宝剑 所以叫剑阁 云战云雨登剑阁 意思就是说 弯弯区区的山路 在云端里边 经过了战道 经过了剑阁 峨眉山下 少人行 这个时候峨眉山没有人 因为都肃清了 皇帝进来了 要把人赶走 要肃清马路 荆旗无光 日色薄 各位想想看 皇帝的那个遗藏 那些荆旗现在 经过黄埃散漫 都脏兮兮的 所以旌旗无光 日色薄 蜀江水壁 蜀山清 圣主昭昭 慕慕情 四川的水是那么干净 四川的山是那么亮 那么美 那圣主昭昭慕慕情 圣主天谦在这里 思念杨贵妃 因为他的儿子 已经做皇帝了 他没有事了 所以他每天就思念杨贵妃 行宫见月 伤心色 夜雨闻灵 长断生 天旋地转 回龙玉 到此愁处 不能去 据说唐明皇 没有看过牛 四川的牛 耕田的牛 晚上出来的时候 要有一个脖子 要有一个铃铛 为什么 怕撞到人 那四川又多雨 又多雨 又晚上听到铃铛 让他不能睡觉 所以后来 他写了一个词牌 叫雨淋淋 所以有个词牌 叫雨淋淋 就是在四川创作的 他说行宫见月 伤心色 他在行宫 看到月亮会伤心 会想到杨贵妃 夜雨闻灵 长断生 半夜听到牛脖子上的 铃声 让他长断 天旋地转 回龙玉 到此愁处 不能去 马尾坡下 你祖宗 不见欲言空死处 你看这个时候 才出现马尾坡 可是刚刚 西出都门百渝里 那个百渝里 就是马尾坡 为什么 诗词要精炼 所以前面不讲马尾坡 现在回头说马尾坡 意思告诉你 西出都门百渝 六军不发 无奈何的那个地方 就是马尾坡 这就是诗的精炼 到此愁处不能去 他不能走了 因为马尾坡 泥土下 没有人 不见欲言空死处 为什么 因为到了这里 他想把杨玉环的 那个尸体 带回去 重新安葬 因为这个太荒凉了 他想把他带回去 结果一挖呢 没尸体了 不知道是被人偷走了 还是后来就相传 杨贵妃变成了仙女 所以就来后面有一段叫做 忽闻海上有仙山 山寨虚无 缥缈间 那么因此呢 就所以马尾坡下 你祖宗不见欲言空死处 君臣相顾 尽瞻一 东望都门 信马归 你看写得多好 就是把那个皇帝的心情 皇帝老了那种 一心只想念杨贵妃的心情写出来 君臣相顾 君臣互相看来看去 掉不完的眼泪 东望都门信马归 为什么掉不完眼泪 想到杨贵妃死在这里 又想到杨贵妃尸骨不全 所以那个难过 下面 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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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主建的宫 那么太义池是汉武帝建的池 池有多大呢 四十公顷 四十公顷 里面有三个仙岛 人死后有三个仙岛 归来 方丈 淫州 所以这三个岛 因此他说 太义 芙蓉 未央柳 说太义池的芙蓉花 未央工的柳 芙蓉像他的面那么美 柳像他的眉毛那么细 对此如何不累垂 见到这个 回来见到 景物依旧 人已经不在了 多么难过 春风桃李花开日 秋雨梧桐夜落时 他说 当春风桃李最盛开的时候 想到了春从春又夜专夜 杨贵妃天天春天陪着他玩 秋雨梧桐夜落时 一个人在秋雨梧桐 雨滴到梧桐树上 滴滴答答的时候 这个时候没有人陪他 所以秋雨梧桐夜落时 讲他的孤寂 春风桃李花开日 想他 在春天盛开的时候 杨贵妃陪着他 西宫南内多秋草 落叶满节红不少 因为他要 把唐朝的色调 放到汉朝 所以唐朝的宫殿 他不能写出名字来 因此他叫西宫南内 西宫就是太极宫 就是唐朝皇帝的正殿 太极宫 南内就是新庆宫 那么西宫南内 其实是唐朝的太极殿 跟新庆宫 可是他不能把名字写出来 因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用的 都是汉朝的典故 所以一定要有个统一性 所以他叫西宫南内多秋草 落叶满节红不少 那么落叶满节 红不少 就是红叶 封叶不少 就是表示皇帝 现在不到庭院里完了 因此也没有人去打扫 一片凋零 下面 黎原地址白发心 交房阿建 亲儿老 因为唐明皇是才子 所以他曾经有个黎原班 所以我们现在说 戏剧古代的金剧 叫黎原行 就是从这里来 他有个黎原班 那这个黎原班呢 所以都有表演 因此他说黎原地址 地址就是那些 因为老师父都走了 现在皇帝安死之乱 安死之乱一打来以后 所有有能力的人都跑掉了 因此呢 现在的黎原班没有了 解散了 而当年在黎原班 学习的那些弟子呢 都已经头发都 新生了白头发 所以他说黎原地址白发心 交房阿建 亲儿老 这个交房也是用了汉朝的典故 汉朝的皇后 住的房间叫交房 为什么用交房 就是用花交粉 花交合着泥去呼墙 为什么 第一有香味 有一种淡的香味 第二有一点粉红 第三 因为花交很多颗 暗示多子多孙的意思 所以叫交房 交房阿建 他说 伺候皇后的那个交房里的阿建 那些太监 还有那些亲额 那些年轻的公额 都已经老了 细殿银飞 思悄然 孤灯挑尽 未成眠 迟迟中古 出长夜 耿耿心河 欲暑天 鸳鸯瓦冷 花双华众 翡翠晴寒 谁与孤 你看 诗人多么会 创造气氛 他把那个气氛 写得多好 细殿银飞 思悄然 半夜 萤火虫在宫殿里 是黑 很深的夜晚 只有萤火虫 在宫殿里 飞来飞去 反而让皇帝 睡不着觉 思悄然 让皇帝悄然 去想念 杨贵妃 孤灯挑尽 未成眠 一直到天亮 孤灯挑尽 就是天亮 油灯枯了 他还是睡不着觉 迟迟中古 出长夜 就是从一斤到五斤 整个漫漫长夜 他都 迟迟就是 一斤一斤的 筋骨 那么漫长 可是他 整个睡不着觉 耿耿星河 欲数天 天上那么明亮的星河 到了天亮 他整夜都不能睡觉 鸳鸯瓦冷 双花重 翡翠晴寒 谁与共 到了天冷的时候 盖的翡翠被子 永远显冷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跟他共备 鸳鸯瓦冷 双花重 皇宫里的鸳鸯瓦 多么漂亮 可是现在他孤单了 所以鸳鸯瓦 形容他的孤单 翡翠晴 形容他现在 被子里面 他孤孤单单一个人 好 下面 悠悠生死别经年 魂魄不成来入梦 那他死了好几年 可是呢 让皇帝奇怪的是 好几年他从来没有梦到他 那又发现他的尸骨不见了 所以到底到了哪里呢 既没有梦又没有尸骨 所以皇帝一直不安 那刚好 林琼道士 宏都客 能以金城制魂魄 那么就从四川的林琼 来了一个道士 这个道士到宏都来做客 就是到首都来做客 他有一种本领 能以金城制魂魄 他能够招魂 就是把杨贵妃的魂 给招回来 他有招魂的本领 因此能以金城制魂魄 金城就是自成自信 去邀请魂灵回来 未敢君王辗转师 睡觉方式殷勤密 那他听说了皇帝辗转难眠 皇帝晨夜不眠 思念杨贵妃 于是唐述宗就让这个方式来 把杨贵妃的魂魄找回来 排云溢去奔如电 升天入地求之便 于是他就做法 他的人 就是这个道士会做法 他的魂魄会在天上飞 于是排云溢去奔如电 就是在天上飞来飞去 好像电在流一样 升天入地求之便 升天是到皇宫里 入地是到地府里 到皇宫里 到天宫里 跟地府里都找不到 上穷必落下皇泉 两处茫茫皆不见 上穷必落就是 天上的玉皇宫里找不到 下皇泉就是地府里找不到 所以两处茫茫皆不见 忽闻海上有仙山 山在虚无缥缈间 忽然听说海上有个仙山 而山在虚无缥缈之间 什么是虚无缥缈 若隐若现 看好像有好像没有 那楼阁玲珑五云起 为什么缥缈呢 因为有个楼阁玲珑 有个很玲珑的楼阁 是一个皇宫 但是呢上面有五朵云 有五彩云遮住了 所以若隐若现 其中琐月多仙子 其中有很多漂亮美丽的仙子 终有一人治太真 雪夫花茂 称痴是 因为杨贵妃的小名叫太真 所以有一部戏叫太真外传 那么因此呢 终有一人治太真 说有一个人就叫太真 名字对了 然后又长得漂亮 雪夫花茂 称痴是 然后又在天宫里找不到 地府里找不到 那一定是在仙山上 所以 金雀西乡 寇玉炯 转教小玉 抱双城 闻到汉家 天子史 九花葬礼 梦魂金 懒衣推整 起徘徊 朱博迎平 宜离开 云机半边 心睡觉 花冠不整 下堂来 你看看 这一段描写 都是想象的 那诗人就有那么大的想象力 因为他那个时候 三十五岁年轻 对爱情充满了一种想象力 所以他怎么去 那个道士呢 就在金雀 就是一个金碧辉煌的 一个宫殿的西乡 扣玉炯 就是扣一个玉环门 玉座的环门 转教小玉抱双城 有一个仙女叫小玉 那么开门的是小玉这个仙女 然后小玉又去抱双城 又去告诉里边的仙女 叫双城 就表示 要见杨贵妃不容易 在仙宫里面也是一城一城的 闻到汉家天子使 九华藏里梦魂境 杨贵妃真的找到了 突然听说是汉家天子使 是汉皇帝派了天子使 皇帝派了道士来找他 九华藏里梦魂境 九华藏就是指的 仙宫里的藏 非常的讲究的仙宫里的 那个 他在干嘛呢 在睡觉 所以从九华藏里梦魂经 从梦魂当中把他叫醒 懒衣推枕起排怀 朱博银贫易立开 于是他就赶快把衣服穿上 懒衣推枕把枕头推开 而且呢 起来以后排怀不去 为什么 吓坏了 皇帝为什么会派人来找他 真的是假的 所以起排怀 心里忐忑不安 又高兴又兴奋又紧张 朱博银贫易立开 朱博就是那个帘子 银贫就是银的屏风 一个帘子一个帘子打开 一个屏风一个屏风打开 易立就是慢慢地打开 云积半片心睡觉 花灌不整下膛来 他的那个头发还没有 下床以后没整理 头发没整理 所以云积半片 就是头发斜斜地掉下来一半 心睡觉 因为刚刚睡醒 花灌不整下膛来 带了花灌 可是花灌不整下膛来 好 下面 风吹鲜昧飘飘举 游是尼赏与衣舞 你看 前面讲说 鱼羊皮股动地来 筋迫尼赏与衣曲 这里呢 接上了 现在他出现 来见道士的时候 他虽然花灌不整 下膛来 可是照样漂亮 他一出现的时候 风吹鲜昧飘飘举 他的衣袖飘起来 好像仙女一样 风吹鲜昧飘飘举 游是尼赏与衣舞 好像他还在跳尼赏与衣舞 玉蓉极末泪蓝杆 梨花一枝春带雨 前面是用芙蓉花来形容 芙蓉如面柳如梅 现在是梨花一枝春带雨 都用花 可是不一样的味道 他说 玉蓉极末泪蓝杆 泪蓝杆就是眼泪 当他听说皇帝派的人来看他的时候 他那个眼泪掉不完 好像蓝杆一样 在脸面上好像蓝杆一样 横的 竖的都有 玉蓉极末就是 可以看出来 他已经孤极了很久 一个仙女 孤极了很久的那种表情 叫玉蓉极末泪蓝杆 梨花一枝春带雨 它像一个盛开的梨花 还是那么美 可是像春天淋过雨的 眼泪 满脸都是眼泪 寒秦宁帝谢君王 一别殷戎两毛茫 昭阳殿里恩爱绝 蓬莱宫中日月长 昭阳殿就是汉朝 我讲过 这首诗都用汉朝的典故 汉成帝本来宠爱的一个妃子 叫做班杰鱼 班杰鱼本来很得宠 后来汉成帝又喜欢了 一个赵飞燕姐妹 赵和德赵飞燕 从此以后就不喜欢班杰鱼 而赵飞燕这个女人呢 心术很不正 凡是生过孩子 会给皇帝生孩子的女人 她生的孩子她就要害死 那她对别的女人得宠会妒忌 因此班杰鱼就认为 她会被赵飞燕害 因此就自己向汉成帝说 她想要伺候皇太后 就是伺候皇帝的妈妈 到长信宫去 而离开了昭阳殿 昭阳殿是赵飞燕居住的殿 长信宫是老太后居住的殿 因此唐朝的王昌霖 就写了一个 奉走平民金殿开 湛江团散共徘徊 欲言不及寒鸭舍 犹带遭阳日引来 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那个就叫长信苑 因为班杰鱼 不得宠而去伺候老太后 那么因此呢 这里用的是昭阳殿 那蓬莱宫就是现在的先导 那么寒秦宁替是什么意思呢 古代 皇帝如果派了使节去 见你的时候 你见到使节 要如同见到皇帝 所以当使节传话 皇帝讲什么话 使节讲皇帝的话 你要当作见皇帝一样 那这个就叫韩秦宁替 那他看到这个道士的时候 如同看到皇帝 所以还像以前一样 韩秦默默 宁替专注地看着皇帝 谢君王 谢谢君王派人来找他 一别英勇两毛茫 他感谢皇帝 可是这么多年来 一别英勇两毛茫 一个在仙岛 一个是在人间 没有任何音信 朝阳殿里恩爱绝 蓬莱宫中日月长 朝阳殿的恩爱已经没有了 蓬莱宫中的日月 却这么漫长 虽然是仙人 可是漫漫长夜 很难熬 回头下望人寰处 不见长安见尘物 这个时候 他从仙岛上下望人寰 看看人间 回头下望人寰处 不见长安见尘物 看不到长安 只看到尘物 唯将旧物表生情 殿和金钗即枪去 拆留一股和一扇 拆掰黄金和分电 但叫新式金殿间 天上人间会相见 各位要注意 整个贯穿这首诗 有两个画面 一个叫鱼羊皮骨 动地来 金破尼赏鱼一五的鱼一五 一个是风吹鲜媚飘飘举 风吹鲜媚飘飘举 游是尼赏鱼一五 鱼一曲 一个是尼赏鱼一五 一个是皇帝宠爱他的时候 给他金布瑶 现在金布瑶 当他自杀的时候 那个盒子掉在地上 那个金钗跟玉簪都掉在地上 所以他现在 在仙岛上 他身上还带着这两个 因此就用这两个做信物 因为如果这个 道士见到皇帝 向皇帝报告 我找到他了 杨玉环我找到了 怎么证明 第一个 有太真这个名字 小字太真 第二个 有金钗跟电盒做信物 所以他说 为将旧物 他用的是旧物 就是皇帝送的他礼物 表身情 而自杀的时候掉在地上 那电盒 这个盒子就是盒子的盒 装金钗的盒子 那上面有花纹 就叫电盒 那么电盒里的金钗呢 即将去 钗留一股 和一扇 把这个钗 拆开来 我留一股 给皇帝一股 合在一起是一扇 就是给皇帝一股 我自己留一股 拆掰黄金 和分店 把那个黄金做的钗 掰开来 掰开来以后呢 和分店 合在一起 这个盒 这个盒就是盒子里的盒 盒子里面 装了一半的金钗 所以叫分店 就把盒子 放了一半的金钗 送给皇帝 所以叫拆掰黄金 和分店 所以你看掰字就是 两个手一个分 两个手把一个东西分开 但叫心事经店间 天上人间会相见 用这个金钗来代表 两个人的爱情不变 黄金不会锈 黄金不会腐烂 所以但叫心事经店间 就像这个店盒里的金钗一样 如果皇帝对我的心没有变 那么将来皇帝死了 我们两个人还会在天上相见 因为他现在已经做神仙了 所以他相信 他有预言 所以他说 你告诉皇帝 将来我们还会见面 只要皇帝对我的心没有变 因此但叫心事经店间 天上人间会相见 好 下面 临别殷勤既重词 词中有事两心之 七月七日常生殿 夜半无人思与诗 他们两个人恩爱 曾经有一段时间 恩爱到 就是这个诗的感人 是一开始是皇帝去追求赦 所以叫汉皇重色四亲国 可是到后来为什么感人 就是变成一种 真正的平常的夫妻 所以有一次 七月七号 七夕节 天上情人 天上牛郎之女相会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在那里 发过誓 这辈子做夫妻 下辈子还要做夫妻 所以七月七日常生殿 临别殷勤既重词 就是临别的时候 再三再三托付这个道士 说你一定要帮我带住 带去我跟皇帝讲的话 所以殷勤既重词 就是殷勤拜托他 再三说这句话很重要 只要你一讲 皇帝都知道 什么池总有事两心之 那这个誓言两个人知道 七月七日常生殿 是当年七月七号 我们在常生殿讲的话 夜半无人私语的时候 那这个当年七月七日 发的誓言是什么 在天燕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礼之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情 我们两个人 曾经在七月七号发誓 如果我们能够在天上 就像比翼双飞的比翼鸟 所以李商尹说 身无彩凤双飞翼 就用了这个典故 那在地愿为连礼之 如果在地 那就是地上的两棵树 支跟支连在一起 树根是分开的 树支是连在一起 就是夫妻永远在一起的意思 用这两个意象 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一个是比翼鸟 一个连礼之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其 说杨贵妃跟唐明皇的爱情故事 好像天长地久一样 永远不会变 因此呢 我给我的诗的名字 取名叫长恨歌 所以他说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其 这首诗讲完 我想大家心里面会很沉重 会很感伤 因为写得太好了 实在写得很好 我做一个小的结论 我们人类 自从站起来以后 大部分的启发是来自天上 地上的是丛林法则 丛林法则 一种是 比如狗 公狗母狗交配完了 生了小狗 公狗跑掉了 母狗管 所以我们人类 最早的婚姻制度 有一种是什么 有一种就是 母系社会 男人生了孩子走了 全部交给女人 叫母系社会 那动物的世界也有这个 第二种呢 就像狮子 一个公狮子 很多母狮子 一个公的肺肺 肺肺肺肺肺肺的好几个母的 如果肺肺老了 有年轻的肺肺跟她打架 只要把她打败了 所有的她的母肺肺都归她 所以我们人类也有两种 一种是有钱有势的人 三妻四妾 一种是什么 男人跟女人生了孩子 男人跑掉了 所以是母系社会 这种都是丛林法则 但是人自从站起来以后 看到天以后 天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一个太阳 一个月亮 很多的星星 太阳跟月亮不能谁大 也不能谁小 因为日面跟月面一样大 这是我们人所向往 这是天给我们的启发 谢谢各位 再见 eventuele 启оз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